高雄市長陳其邁前天出席了高樓幸福市跨年演唱會 憑民眾一起倒數迎接2023 那麼就在1號也就是昨天他就在臉書上面公布了好消息 他說接下來天團五月天會在高雄開場 因為昨天很多人告白 想說有人可能稍微猶豫了一下 後悔或者是遲疑了一下 所以今天左右旁邊的 假如還沒有告白的趕快告白 再補一次 讓大家都能夠圓滿 讓大家多一次告白的機會 您剛剛講到一半的時候就有人說愛你了 愛你 那邊 是我嗎還是 你 那你要回他一個愛心 好這今晚在台上比出了愛心而熱情的跟市民互動 除此之外他也在元旦這一天公布了好消息 說五月天會在高雄市運主場館舉辦四場演唱會 時間就在今年的三月份跟四月份 那除了五月天之外呢 今年還有張惠妹 韓國女團Blackpink還有天團西城男孩會相繼來高雄演唱 期待粉絲可以在今年玩遍高雄市 進而帶動觀光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